手机配件品牌犀牛盾 当你要的不止防摔 它绝对能给你更多 犀牛盾擅长透过产品制造惊喜 壮壮贴 裹粉必备 特殊塑胶材料 超强防撞力 不会像玻璃材质一摔就破 滑顺服贴荧幕边缘 厉害的自动排气功能 不用到店面亲人帮忙安装 手残新人也能轻松搞定 Apple Watch也有哦 犀牛盾官网输入I Believe 有专属优惠哦 好来 所有看我 好 9米7 9米7 10米7啊 好 所有看我 来 好 3 2 1 3 2 1 欢迎收听百灵国news 这里是华语界最自由的双语 国际新闻 Welcome to 白灵国news the freest international news podcast in the Chinese speaking world 我是凯莉 This is Ken 我们会用白灵国双语的方式 与大家聊聊各地有趣的新闻 We'll be using both English and Mandarin to talk about interesting news happing around the world 我觉得我好混心哦 今天没办法专心 今天今天礼拜五 今天大家都知道 比赛超多 有够多 对 我们刚刚还想说 我们看一下下 好 我们就关键是 我们先去录音 晚一点再回来看 然后看就一直说 追回来追回来 刚刚就是戴智颖 在打八强赛嘛 其实现在正在打 正在打啦 然后其实现在 我们的画面上面 蛇的头旁边 就是直播 我现在头不敢转过去看 因为我一看 我就会发出很奇怪的声音 蛇超小 我们就跟神父说 蛇小一点 蛇小一点 我们要戴智颖 他为什么谈在地上 我不知道 好 来 好 来 我们现在 一开始呢 先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就是 神父 他今天跟我说 他周末要去野营 蛇 什么是野营 野营就是 去山上 不是去那种 glamping 不是去那种 不是不是 他就应该是要 自己带着 就是camp的东西 然后自己开车 我去跟他说 那你要跟朋友去吧 这样是比较安全啊 他就说 没有 我要自己去 为什么 这很危险 为什么 我们要你 不是 我就说 你 你 他说没有啊 你就去山上 把东西架好 你可以在那里煮饭啊 看星星啊 然后架灯 你可以看书啊 或者是你在家里 可以做一模一样的事情 还不用开车 或架任何东西 有好冷气可以吹 我真的不知道 我就觉得 Oh my God 我说 神父你是不是找不到任何朋友 一个都没有 陪你去做这件事情 我就说 这样好不好 那 我们花钱 我们找一个人陪你去 然后我们会帮他做快筛 那劳暴 PC啊 我们就做PC啊 对 然后确保你的安全 然后找人陪你 我们找一个年纪大一点的 他会打完疫苗的 好不好 我们找一个年纪大一点 打完疫苗的去陪你 好不好 怎么了 你干嘛 出完的点哦 好啊 对吧 对啊 不然我觉得 你看范姐 他打一记了 我们要才年纪再更比范姐 再大一点点 两记都打完了 安全 有妈妈 有阿嬷在照顾孙子的感觉 在山上 这个有戳中神 还可以煮饭给他吃 我觉得大家就是欢迎私讯到神父的IG 说你愿意陪他去演 或野战 都可以 都可以 not judging here we're not judging we're not judging 但要记得做快筛哦 PC啊啦 这礼拜其实大家都很忙 对不对 其实大家都在看奥运 我要先跟他说 这个礼拜没有输 没有 没有输 没有剧 没有什么podcast 什么鸟都没有 我也没有出去运动 因为都在下雨 我就在家从早看到晚 我心中在下雨 因为有些比赛没有赢 然后我们也都在关心奥运 我想现在大家应该 没有想要听什么 太正经的国际新闻 我在这里 对不起 李先了 李先了 我觉得大家在听的时候会说 这早就知道结果的东西 你们怎么一直讲 我们现在不知道 对我们来说 it's right now ok好吗 我们先一边偷看 一边在 不过这礼拜超多好刺激的比赛 对不对 你印象最深的是哪一场 我变得好爱看桌球哦 我原本也不喜欢看桌球 你知道吗 我真的觉得我要对所有的桌球 相关人士 就是至上甚深的歉意 我以前真是太 看不起桌球 我没有 我真的太无知了 我不知道桌球的好看 因为是看不懂 因为我以前觉得桌球就是小小球 然后在那边弹来弹去 就不知道在干嘛 可是我每次看桌球都会觉得我在心计 因为速度 他们的 pace超快 你知道吗 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对 那就觉得 而且我自己以前 你知道以前运动课体育课要打桌球吗 我桌球是超烂 你就是乒乓球在那个球拍上面说要打十下你就可以过了哦 然后就打三下球就飞走 我没有办法 我这种精细控制的我没有办法 不行 I hate it 我对桌球确实一开始有个不好的印象 因为之前在国外念书的时候只要是中国同学 他们都每个都打桌球 他们每个都打桌球 而且都打得还不错 对 然后就觉得很烦 因为台湾人只打篮球 然后他们也不会跟你去球场 可是桌球就是你知道学校里就是可能旁边的那种 就是那种活动中心就有桌球桌 所以大家就约在那里 然后我们什么 有些什么台湾同学会也会一起去 然后在桌球桌旁边你知道 就是吃东西buffet什么之类 然后大家就顺便打桌球 然后台湾人都打输 所以我对桌球就是有一种不好的回忆 我觉得就是中国人骄傲的象征 是啊 不过这一次难得台湾真的是打得很不错 好好看哦 好强哦 小林同学 Oh my god 对还有一镜 那混双 对啊混双也很好看啊 很好看哦 我觉得他们好感人 而且他们就是心理素质好强 如果我们有小林同学 或是一镜一半的心理素质 我跟你说我们 打遍天下无敌丑 对啊 无敌丑 对啊 不怕 一些什么推特什么 没有在怕了 没有在怕了耶 这样子哦 我逆转胜啊 对啊 我追你追到第25分之类的 15分 他们追到15分嘛 他有一场 很厉害 就好屌哦 他们从来不放弃 所以我真的觉得 大家可以好好跟这些 优秀运动员学 他们心理素质 对 对对对 可是这一次你有没有发现 虽然说桌球很好看 可是桌球的衣服 真的很难看 桌球跟羽球一样 就是 就是 其他的衣服都还蛮好看的 可是为什么这两个运动 而且已经发展了非常久 而且强的国家都是纺织代工国 不是吗 什么越南啊 印尼啊 中国啊 台湾都是纺织 纺织强国 为什么出来的衣服那么丑 我不明白 可是因为像网球那种 就会有一种 像这次滑板 滑板就每个人都穿得超潮 对就潮牌啊 就很多潮牌 然后我就觉得 诶奇怪 怎么桌球羽球 好像都是比较中规中矩 对 就是衣服就觉得 会不会是 因为 因为白人没那么喜欢打 白人比较重视 白人比较重视美感 比较好 我也不知道 不过就是 你有没有看到中国这次的 那个桌球的对付 丑暴了 就是一只龙对不对 龙就是从他的裤管 裤子的正中间 这粉红色的龙 在黑色衣服上面起来 然后在那边 咬着自己的奶头 所以这粉红色的龙 从裤管冲出来 就说是龙抬头 干 真的是龙抬头 他在overcompensate什么 这就是自己的龙 很想要画一只巨龙在中间吗 I don't understand 真的很丑欸 很丑 真的好丑 拜托中国如果有听众 你们告诉我 你们觉得好看吗 还是我们台湾人不懂 是我们的歧视吗 对 我们带着有色眼镜吗 会 那是日本的选手 应该是 就是让我们知道 我们真的觉得那种 丑到暴 丑到不行 拜托中国的听众告诉我们 你们告诉我那个美感在哪 对 不过说到丑 就是这次丑的东西 不只是他们的衣服 还有这次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看到 最近有一个po文在讲说 奥运选手在奥运 比赛的时候啊 大家就会在选手中 或者是在赛场 然后做那个交换 徽章 凯莉你不要偷看分数好不好 我看一下分数 我看一下 14比12 14比15 15比13 yes 13 好来 好 现在15比13 请继续 我们刚刚讲什么 那个片就是在交换徽章 有没有 然后我就看到 台湾的徽章 真的是丑到一个爆炸 就是中华台北 中华台北的那个梅花徽 有没有 然后左边再放上 那个东京奥运的maskot 就这样了 变成一个长方形 就丑到一个爆炸 就丑到说 好像选手拿去 要跟颅 颅修燕 对对对对 他要去 等一下 不是颅修燕 那是颅修燕 Holy shit 不是颅修燕 什么挖钩 颅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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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my god 我没有一个字对 他算了留着好了 就是颅燕 我看到的 是颅燕 要去跟那个俄国 俄国选手交换 俄国还嫌说很丑 他是不好意思 因为他们有交情 有私交 才说好吧 我跟你换 因为俄国这次的 徽章也很少 因为这次俄国的 徽章上面 不能写Russia 因为他们是用ROC 他们把ROC拿走了 他们只有中华民国 来参赛 是什么Russian Olympic Committee 俄国的 大家应该知道 为什么俄国 没有办法用 俄国参赛 之前我们在Icarus 就是一个纪录片 有讲过嘛 就是Netflix的纪录片 Icarus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不过他们就是因为 那时候 禁要的事情 犯规做太多 所以这次他们不能用 国家名字来参赛 反正这次 他们就是在各国 在交换 这个小徽章嘛 我就想到说 其实 童子军 有这个习惯 你知道吗 就是 童子军 有四年一次的 世界大露营 然后去世界大露营的时候 大家都会带着 自己的徽章 他们就布章 然后在那边跟各国交换 那很酷 然后就是换完以后 大家就会缝在自己的 背包上 缝在衣服上 这很好玩 然后 我记得 好像台湾的徽章 其实还蛮漂亮 世界大露营 拎起来好棒哦 你们童子军 就是不是 就 我不知道 你不要再想那些 没有吗 没有 我没有去参加过 我妹妹 我妹妹有带团去 带小朋友去 那我不好意思问她 她人怎么好 我怕她没有参与到 好 不过那个说到衣服啊 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 不要看了 如果大家有记得的话 那个opening ceremony 开场开幕仪式的时候 我就发现 就是每一国 虽然我知道 就是像什么东家 就是抹油 那个大家都有看到 非常非常盛装出席 可我觉得最好看的 我印象蛮深的 其实是韩国的代表队 因为他们出来的时候 就是他们不一定 每个选手都是长得多帅 可是他们都戴一个帽子 而且是很好看的那一种 然后就每个都有 就是欧巴跟漂亮的姐姐 这样 然后就蛮潮的这样走出来 然后台湾好像在他们之后 然后就是比较朴实 就不像韩国 就是走出来有一种 台湾人就朴实嘛 不要这样 I know I know 但我觉得就是 可以努力一下吗 我觉得这次荷兰的衣服 我也蛮喜欢 也是一样就是西装 或裂装 然后里面就是用荷兰的颜色 什么橘色啊 跟那个浅绿色 我觉得颜色就蛮好看的 对啊 希望之后可以有机会 可以看到那种 可是台湾不管穿什么颜色 都会被念你知道吗 为什么 你穿蓝色也会被念 穿绿色也会被念 你穿一个蓝绿混合的颜色 也会被念 你穿白色也被念 红色也被念 所以你要穿什么颜色 你只剩下 可能紫色之类的 紫色也是 紫色是 妙惨的 不行啊 所以台湾是 比较微妙一点 我觉得不会啦 就大家就是穿的好看 有设计感 全部都混在一起就好 好丑哦 就变黑色 好啦 那我也要跟大家说 这个我上礼拜啊 就嘴了一下空手道 然后就有听众 他以前是什么空手道 什么甲组还衣组 应该是甲组的选手 然后他就跟我写了一篇很长 完全不凶 看起来很nice的一个 他对空手道的想法这样 然后就觉得 好我首先跟大家说 你要道歉啦 对 对不起 对不起 该给可是要给啦 所以我要先跟大家说 因为我跟Ken有在那个 我们有在那个预告上面 看到空手道的比赛 对 看起来蛮帅的 看起来很帅啊 有踢又有拳 对 对不对 什么都有 不像跆拳道 跆拳道就是 两只手脱臼 然后脚在那边 想办法摸到人家头而已 然后人家过来 手搭到别人肩膀上 不是 他的手没有拖救 他的手就是要拿来防守 可是手有正 他们有所有punch 有正权 正权有加分 好我要先跟大家讲 为什么都没人打正权 不是 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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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大家觉得台元道不好看 有个很大的原因 是因为大家都想到 以前的十几年前 珠木炎 你知道在天空那样飞来飞去 然后飞踢 对啊 现在就是玩touch butt 就是小便全碰一下的感觉 好像不是 其实是因为台元道大概十年前 那时候我在打大专杯的时候 他们就是一个转换期 就原本以前 这么年轻哦 原本以前是 就是凭声给分 他们觉得你有打中 这样胖 那种清脆的那种 重疾的声音 他们就给你分 可是这样其实就很主观嘛 所以后来都为了想要公平 用分贝枪不就好了 其他去踢了几分贝 同时又叫就好了 那中国选手第一名 他们叫最大声 后来就想说要公平 所以就改成电子护具 所以全部是用感应的 那因为要符合电子护具的喜好嘛 所以其实你不用浪费力气 踢太用力 你只要踢得刚刚好 电子护具角度对 是感应得到就好 所以只要知道那个 sensor哪边 感应得到就好 因为大家都知道 sensor在哪边 然后角度怎么踢 sensor 最容易感应到嘛 所以你有可能把人家拉高 可是人家 sensor还没感应到 就踢人家下巴之类的 以前把人家踢很大力 把人家拉高是有意义的 因为你会吓阻到人 可是那个其实 当然风险也高 因为那个就是 你要花很大的力气 你有可能被反击嘛 对不对 对对 现在Gamepoint Gamepoint好 我们现在披抖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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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逆转欸 上啦 刚被追过欸 小代恭喜 小代恭喜 恭喜 Oh my God 我刚刚 屁股夹好紧哦 好渴 我录下来 泰国选手在哭了 没关系嘛 小代好强哦 好小代赢了 我们继续 竟然可以专心了 刚刚那一段 大家耳朵会不会爆掉 就让他们爆吧 大家太开心了 他们为了小代 耳朵爆一下 OK啦 好刚刚讲到说 因为电子护具 大家只要知道 sensor在哪里 就不会踢那么大力了 所以它真的有到 公平的效果啦 可是就是让比赛 变得没有以前那么好看 以前真的很常看到那种 很夸张的那种 什么飞踢什么 什么飞踢什么 然后nock out 然后对方就是会被吓到 因为我以前在比赛的时候 以前真的很常看到nock out 然后你看到人家nock out 你就不想跟他比 I'm like why It's just why I'm here 这是 我是谁我在拿 对 然后我就觉得 我就跟我 我就会跟我教练讲说 等一下如果对方真的太强 你觉得那个实力落差太大 你就 你就 你就推我 我就跳出去 It's ok I don't care 我不想被踢到脸 那结果咧 你真的有去对打 我有啊 我就打大专杯啊 就还ok啦 那个时候其实就只要努力减重 然后你就可以大概比 因为他们是白人嘛 就可以比他们高半颗头 就会比较优势 比较不容易被踢到脸 踢到脸真的是很羞耻 羞耻不会痛吗 我有就以前眼睛会流血啊 什么的啊 对啊 会受伤啊 然后或者是 我以前还要被人家 就是用脚底板呼个巴掌 哈哈哈哈 就他速度真的太快 他是男生在对练 哦 他速度真的太快 他是韩国人吗 不是 他是一个台湾的代表队 哦 那被呼完巴掌 你晚上有去跟他 他很小 讨回一场吗 他很小 我以为你有讨回一场的 没有 我姐姐给你看 怎么呼 姐姐被呼呼 好啦所以 我觉得以前在美国那时候训练的时候 因为台拳道是大宗 然后那个时候空手道真的人很少 就几个日本人 所以大家就会习惯开空手道玩笑 空手道真的很强 你知道吗 像UFC里面有很多就是现役选手 还有之前的冠军 连续很多年冠军 像George St. Pierre 他们都是combat karate出身的 就是他们的stand会比较宽一点点 然后进出速度很快 然后格斗啊 挡啊 拳啊 踢 其实都还蛮强的 还有现在一个很强的叫做 Steven Wonderboy 他也是 他也是combat karate出来的 所以我非常期待空手道的比赛 而且我还有follow一个 空手道的粉专 叫什么 空手道笔记 阿基 反正一个小女生 一个女生啊 不要说小女生 一个女生的 的粉专 然后他都会讲一些 空手道的练法什么的 就会很酷 他会去 去学什么古流的空手道 是台湾人 对啊 他都还会去日本进修 好酷哦 所以我觉得这一波就是奥运 真的是 没有时差 我觉得你上礼拜说没有时差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很抱歉 你没有feel对不对 我没有feel 因为以前我看每一个都是有时差的 我在加拿大那时候看北京有时差 我回台湾看李约有时差 对 我那时候没有feel 对吧 对 然后就觉得天哪 没有时差有差耶 因为大家就会从头看到我 那个情绪跟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好好把握这一波 就是我们认识到各种不同的运动的机会 然后因为台湾的运动环境真的很差 大家这大家一定都知道吧 没什么好说的 少数有赚到钱的真的是很少 而且很多养成情可能也要靠自己这样 所以我们很努力的就是要挟蛇边 就是每一个IG都想办法狂tag啦 想办法互动啊 最好是那种还没有出赛就一直鼓励人家 逼遍人家真的打太好意 但人家在16场的时候就先跟人家打好的关系 然后搞到不好意思 不小心人家拿个牌 想办法让他们对我们留个好印象 希望之后有机会就是慢慢邀来KK秀 然后就慢慢邀这样 大家也不用急 我们几乎都邀了 那对方可能有兴趣没兴趣没关系 慢慢来这样 然后希望可以把这个 大家对运动的了解稍微延伸一下 我们是这样希望 你看我们都po了我们以前很羞耻的照片 就是以前我们的你的大专杯 我觉得我那个照片没有很羞耻啊 我很羞耻好了 我高中的时候反正我高中大学都胖胖的 就你19岁的时候 对那17 18岁吧 就是跟小林同学差不多大的时候 刚刚有一个奇怪的声音 蛇在偷笑 笑声怎么跟汽水声一模一样 对啊那时候就划船 然后这次我也跟Ivy一起看划船 然后就帮她讲解说 划船要看哪些Mega 划船要看什么Mega 就是她启动的时候 她怎么划 然后她的姿势啊 她是不是累了啊 然后让船 看起来就很累 真的我觉得 我觉得划船就是一个很累的运动 就是基本上就是拼体能跟拼你的平衡感 就是其他运动可能还要拼一些什么心理素质的 划船就是拼 划船也要心理素质吧 可是就是我觉得就是拼体能 而且你看就是腿很长的 像挪威人什么的 他们就是会比较厉害 为什么腿的差哪有差啊 因为你蹬出去的时候 那个加速距离就是拉的距离 所以还是有差 有差啦有差 所以你看比较少亚洲人拿到 不过这一次我有看到 我们有一位划船的选手 对对对对 黄毅婷 我们也有跟他互动 他有回我们耶 对啊 他有转po我们 对然后我们的这个体操选手 他也有转po我们 李志凯 对我非常开心 因为他就是在那个 他在个人全能的比赛的时候 他手滑了一下嘛 对然后大家就 天哪 然后因为那时候 我们刚好在跟呱吉聊天 然后就拍一下说 呱吉我现在正在看这个 志凯的表演 你不要吵之类的 对然后就他就跌倒了 对那呱吉说 哦好 然后结果就 好 然后马上 摔下来 摔下来 完全是呱吉代赛 对然后我就发文写说 呱吉代赛 不是你的错 志凯 这次呱吉凯就转提说 原来如此 呱吉很配合 还说 哎你等我 不是这样子的 对他真的很可爱 因为因为我们说 天哪好心疼哦 然后我们就在私下的群座 就说天哪好想帮他吹吹哦 但我其实就是 就是想要表达 我的心疼之意这样 然后呱吉就说 应该要说呼呼 吹吹有点奇怪之类的 志凯就回我说 所以是要吹吹还呼呼 啊 你本人要同意啦 好 你不要咪吐人家 好 好啦所以 这次很多国家都超强的啊 你看香港这次 花剑拿到第一名 金牌耶 很扯 你看一个殖民地 把殖民国家的运动 拿回去打人家的脸耶 好爽哦 超强的耶 而且其实香港这一次是他们 说是史上第二金啦 但其实第一金是在香港回归之前 所以之前是算是 什么特别的代表 什么特区代表之类的啦 对所以其实是第一次 然后其实香港最近也是发生 蛮多事情的啦 因为毕竟大家都很担心 之后会不会没有办法用 用香港队 先用香港队的名义去 然后这一次其实有出一个事情 台湾好像讨论的比较少 就是一位羽球 应该是羽球选手吧 对不对 羽球选手 他穿着黑色的球衣去参赛 对 然后就被 就被他们自己 被香港自己的政治人物在那边骂 说哦你这个人是不是 穿黑衣 你是报名啊 之类的 奇怪什么之类的 对 然后逼着人家去换衣服 就觉得好难过 就是 Come on 这只是一件球衣而已 对啊 Come on 对 然后他其实有解释 然后可是就是闹得 就是风风雨雨 然后后来好像表现也不是很好 我就觉得 Oh my God 而且其实我们刚刚今天录的时候 之前好像才有消息 就是香港国安法把那一位 有一个拿着香港 挥舞着什么 光荣香港 之类的 时代革命之类的 反正就是香港的那个 运动的棋子 然后被判了九年 一个棋子九年 好扯 一个棋子九年 一个棋子 你的国家就会被颠覆 那你的国家是不是太废了 国家是多害怕 对啊 一个棋子 九年 然后我 我们身边的香港朋友 看起来超难过的 可是 doesn't make sense 好 所以讲到这个棋子 我就会觉得 因为其实我觉得大家 因为今天啦 今天我们其实有接受这个 德国之声的电视台的访问 那就是因为它是电视台 应该就是会下礼拜会在 德国电视台在全世界播出 那台湾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播 I don't know 有时差吧 应该是 这种时候时差就很 就很重要 然后他就有跟我们讲 他其实一开始就对这个 台湾的国旗 没有办法被代表 这件事 蛮好奇的 想要这个点切入 我想这应该是 外国人有兴趣的点 虽然我知道台湾人自己 你知道喜欢的国旗 不喜欢这个 你知道有很多争论 对 超妙 你不觉得吗 这次就是 之前可能很讨厌国旗的人 这次大家就是 因为台湾没有一个 common symbol 所以说好吧先 我仁辱负重 先接受那边其次再说 不喜欢但可接受 总比那个什么 中华台北七号 对吧 所以 所以 他们会一直很想好奇 就是国旗这件事情 没有办法被代表 这个应该是外国人 可以马上感受到的 因为你刚才解释一大堆 什么中国中华 他们其实听不懂的 然后 我跟Ken就在那边查 就是 因为我们印象中 就以前好像什么 只要是 不管是选手啊 或者是有观众拿国旗 中华民国国旗进去 就会被打 被赶出去 然后我们在找资料的时候 我就发现Ken 不知道 以前的那个状况 我超级不知道 因为那段时间 我都不在台湾了 我们今天查的时候 我直接放一个影片 到我们的IG跟Facebook 是2006年的 可是那时候 我人在加拿大 那时候我就是 你就觉得自己是个加拿大人 因为我那时候 我其实就是个加拿大人啊 我也 我真的不知道 我会回台湾了 所以我都只看加拿大运动 然后 帮加拿大队加油 所以 我真的这一次看到说 哇2006年 他们就这么嚣张的 把台湾人在挥舞 中华民国国旗 这样抢走 我觉得 而且以前的选手 批国旗上去被抢 因为很心痛 我看了就超心痛啊 对啊 就难得他们那么努力 他们 他们有表达自由 可是还是被 对 被抢 然后我Google的时候才发现说 2008年的时候 2008年 你看12年 13年前 那时候的陆委会 还有整理了一个清单 就说 2005年到2008年 这中间有多少次 还有各种 国际赛事 然后 台湾被 被欺负的样子 超多 那个应该有两三页吧 就连 我看到其中一项是连电竞 连电竞选手 他就是拿了国旗 然后下台的时候 就被中国选手踢打 我说 他妈的 这真的是电竞耶 Come on 你们应该 因为这个就是 我小时候很常看到的新闻 蛇你知道这些事情吗 蛇完全不知道 因为以前 正常大学生都不知道吗 你觉得 因为 我本来就不太关心这件事情 小时候啦 没有 其实因为小时候 那个时候算是我小时候的事情 然后其实看了 我记得那时候都会很生气 可是因为后来会 不想要我们的选手受伤 也不希望有人被打 所以其实大家后来也觉得 好吧 这就是国际规则了吧 就忍住 就忍住 对反正就是 选手表现好就好 这样 所以后来 其实大家也没有再 这么过度的讨论这件事 就比较少了这样 今年差很多吧 今年你看日本啊 韩国啊 这些电视台都讲了嘛 瑞典啊 荷兰啊 如果还有其他国家有讲 直接写台湾 不是写Chinese Taipei 跟我们讲一下 而且他们是在 就是很大的媒体上 比如说他们的那个积分板 就是说啊 每个国家拿了多少金牌 他们都没有写Chinese Taipei 全部都是写台湾 这样这真的是以前没有的耶 你看之前里约也没有 有人说日本其实一直都用台湾啦 我说国外欧洲欧洲 欧洲 欧洲真的是很少 因为我们离他们很远嘛 他们真的不在意 他们不在意 他们不在意 对啊 他们说泰国哦 怎么会有中国 以前都还是被误会是泰国 而且其实我今天早上 他刚才自己跟泰国人打 那个外国欧洲人看的会不会很confused 所以同一个国家 两个 两个其实好像不一样 一个是Chinese Taipei 他们觉得confused 应该是China跟Chinese Taipei 然后RC 哦 so confusing 怎么都是白人 真的耶 所以这次我 我有看到另外一个 我觉得蛮酷的是在推特上 有一位是 Quads的 应该是Quads的记者 反正就是外媒 他就讲到一个观点 他说你看如果你们惩罚俄国 不准他用本名参赛 你让他们用RC 就是俄国奥委会 对 那这样子你们让台湾 不能用自己的名字参赛 因为台湾是中华奥委会 哦 说得了 然后就说 那理论上要TOC啊 对啊 他说这样 这样不是很奇怪吗 你们就拿惩罚俄国的事情 拿来惩罚台湾 but Taiwan didn't do anything wrong 他的意思大概是这样 然后也有一些外媒去转发这个推特 虽然我还没有看到外媒有大规模的报道 但我觉得 it's a good start 对啊 好不容易 真的好不容易 你看走了多久 才finally让大家觉得说 oh this is kind of fucked up yeah right 他们从来没发现过啊 他们就 因为我们很远啦 对啦 他们觉得不care 不过就是因为这样子 全世界大家开始care了 我觉得中国人变得越来越敏感 你不觉得吗 今年超敏感 敏感到不好说 哎呦 你怎么这么敏感 都不好 敏感到时候我都不好意思继续戳下去了 他们好生气啊 我才戳两次而已耶 明明有很多次我可以戳 我就懒得戳了 像 因为 大家都知道 有什么pattern 最容易引小粉红出来 台日友好 台日友好是第一个点嘛 第二个点只要是中国输了 然后你去帮 赢过他们的人加油 他们也会不爽 刚刚好又是日本赢过 中国的话 哦他们起爆 就会爆炸这样 对啊 所以这次我们最近instagram上有几千个小粉红在那边闹 大家也不要太心情不好 因为我们很开心 其实我们故意引他们来的 你就不要 对大家不要 我就傻耳你知道吗 我就直接 我一看到说大家在骂那个日本的选手的时候 还去tag他 那我想说那我是 一个帮他加油写台日友好的 我tag上去 那些其他小粉红在tag的一定会看到 他们一定会过来 嗯 他们速度超快的 40秒就来了 这次破纪录啊 49秒他就来了 天才小吊手 对嘛 就吊到了 然后一个晚上有三千个留言 可能有一千个都是我们农会的 我们农会真的很爱跟他们吵架 我觉得好好笑 因为你仔细看一下他们的账号 全部都是一次性 几乎全部都是一次性账号 就是他们开了 然后只放两张图片 那两张图片都是在叫那个 日本选手去死之类的 那种垃圾图 很无聊很无聊很没品 那然后也只发一篇文 就是你知道跟他们吵没有意义 因为他们就是烧掉那账号之后 他们再弄一个新的 要吵要吵那种 至少有一两百片发文的 再去跟那种人吵 还比较好玩 因为那账号他就不会随便烧 有啦我们有的有 跟他们私讯蛮有趣的 他们的私讯超好笑的啊 他们其实就是觉得 我们帮你当同胞 结果你胳膊往外弯 然后去帮一个入华的 清华的日本加油 他们觉得很伤心 他们就觉得他们 他有病啊 我不知道 我觉得好好有趣哦 人家给我们那么多疫苗 在in the time of need right 感谢一下说会怎样 不过这次奥运有很多 很有趣的故事啦 这样 然后我选了一个 我觉得还蛮喜欢的 跟大家分享一下啰 First news 29 athletes on the refugee Olympic team are competing in 12 disciplines at the Tokyo Olympics this summer One of them is Yusara Mardini A young Syrian swimmer whose journey to Japan isn't just a story of success but also a story of hope 那今年夏天呢 奥运的难民队 有29位选手参加 然后他们参赛了 12个运动项目 那其中有一位呢 是很年轻的一个 叙利亚的游泳选手 叫Mardini 那她的日本奥运之旅呢 是非常的立志 而且充满希望的 The young woman who swam for her life to steer a sinking refugee boat in the open sea is competing in the Olympics and is the youngest UNHCR goodwill ambassador 那这个选手呢 她其实曾经在公海 一边游泳呢 一边拖着一艘 可能会翻船的 一个难民船的女孩 那她现在也正在奥运奋战呢 她也是联合国难民署 最年轻的大使 难民署就是UNHCR OK 好 反正基本上呢 就是有一位 就是运动选手 她就是游泳的选手 然后他们 因为当时叙利亚 很多人就逃出来嘛 因为叙利亚在内战 所以他们就会搭很多的船 那我不知道大家 记不记得在那个时候 难民潮的时候 有很多的船 是在地中海 就是翻船 然后很多人死掉 然后那艘船 我没记错话 他应该就是没有 马达就是可能坏了 没有动能了 还什么之类的 然后就出了很多状况 然后他好像是 跟他的sister boss姐姐还妹妹啦 就两个都是游泳专项的 所以他们就下去 然后踢水 然后把船踢到了 踢了三个小时 我想说 这个好强 还有其他人帮忙啦 不是只有他姐姐 还有他而已 这就是很像 那个最原始的 雅典的 马拉松的概念嘛 就是要传信嘛 这个是为了救自己的生命 所有人的生命 所以这就蛮酷 这是一个 inspiring story 那我在查他的故事的时候 就看到他 他父亲是游泳教练嘛 然后他跟他姐姐从小 就是有受到游泳训练 那一直等到他 就是跟他姐姐成功 从登陆到希腊 然后在有陆陆的方式 走到德国以后 他的新生活 就正式展开了嘛 那我看到他 在记者会上就有说过 就是运动是我们的出路 运动让我们有拥有 活下去的希望 他现在到了德国以后 他不仅就是 重新有更多的资源 当运动员 然后他还重新念了大学之类的 那就让我想到 我之前在那个Netflix上面 看了一部 也一样是美食的纪录片 叫美食不美 那里面就有一个女厨师 她也是叙利亚逃出来的 她是透过饮食的方式 就是在翻转自己的人生 对 你有没有觉得 其实你到国外 加入一个sports team 是最好融入 最快融入 当地文化跟生活的方式 我自己是这样 我自己也是啊 我也是这样 因为那时候我透过划船队嘛 然后后来我出社 那时候大学一毕业 因为我大学在多很多读 然后我工作的时候 其实是在温哥华 那搭飞机要四个小时 其实是非常远路 大家不知道 加大很大 不是台北高雄那样的 所以那时候 回到温哥华 到温哥华工作的时候 我温哥华没有认识什么人 所以我就去加入了一个 华龙洲的龙洲队 所以就在那边就认识 马上就交了很多新朋友 华龙洲都是当地的华人吗 还是很多白人 全部都是 就是有一些是Asian 是亚洲人 可是他们应该都是在那边 长大 可能就两个亚洲人吧 剩下全部都白人 哦 对 那你们在最前面拿那个旗子的 坐在那个龙头拿旗子的 会是一个 亚洲小女生 最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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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人呢就比较壮一点啊 好吧 那就都一样了 我自己那时候试图融入的方式 我是先去当bartender 我就找一间我喜欢的餐厅 做bartender 因为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快的方式 就更快了解当地文化 然后运动的其实也是 可是因为一开始 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 是练篮球队的嘛 所以我一开始去美国的时候 我也是找篮球队 可是人家体格给你差太多了吧 他就这样看 我就说你打几号 我就说四号 我在台湾就打四号 就是高位 就比较壮比较高的 然后他们就看着我说 你会运球吗 我说 不太好 你那边打的时候是Varsity 对不对 美国的Varsity吗 还是他们有分吗 他们有分 他们有分 但他们有那种给一般人打的 可是还是不行 他们一般人也是 就是在台湾就刁打很多人 就很壮这样 很高 就是我的身高在那里 就只能打后卫啦 那我完全不会打后卫 我就是个后卫智障这样 所以我还记得 我那时候就哭得很难过 因为我就觉得 你被歧视吗 当然不是 不会这样想 就觉得 你知道体格就不一样 我知道我没有办法 融入跟加入 因为我那时候就会很 eager to find an athlete team 就是你讲的那样 就是很想要找一个sports 然后我可以加入 然后可以交到像我在台湾这样 球队的好朋友这样 所以就失败 后来就选了跆拳道 因为 以前你有练过吗 在台湾 没有啊 没有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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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all sports 挑跆拳道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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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方面是 他也没有到都是亚洲人 有蛮多白人 其实那是 加州很多白人很喜欢跆拳道 其实主要是因为 他有分量级 所以就没有身高跟体重的问题 你就有机会出去比赛 这有差 对啊 因为篮球就 就没办法 对啊 所以我那时候就加入 然后也就真的在那里交到 很多好朋友这样 交到 很多 好朋友 那我知道很多人觉得 你的剪刀脚在那边练的吗 没有 在台湾练代识过 哈哈哈哈 为国政国 哈哈哈哈 但那里没有那么流行剪刀脚 那里都用 toys 哈哈哈哈 你说那你说中国的粉红龙头 有一些culture shock 好 我知道很多人 我有在那个我的instagram 我们的instagram上面分享 我以前踢台湾到达大专辈的照片 很多人说 哇 看起来好清纯哦 你们错了 就这样 而且我拍了那张照片后 我以前的男朋友有来留言 他们就说 what's wrong with these people are they blind 哈哈哈哈 就是一些受害者 哈哈哈哈 怎样 干嘛 你就这样讲出来了 应该不会怎么样吧 大家不会去找 那留言是谁 oh shoot 应该还好吧 我请人最近去帮我洗一下留言 哈哈哈哈 就每个人都去写 你是凯利圈的男朋友吗 每个人都写 are you blind 这样就好了 哈哈哈哈 赶快去 你好召个20个人去写就好 我把他留言讲出来了 对啊 oh shoot whatever 应该没差啦 他应该没这么无聊吧 刚刚讲到很多就是运动 是共同语言嘛 那我讲的那个纪录片 美食不美 他就有说到 其实食物也算是一种 共同的语言 所以那里面的那个女厨师 叫Malake 她才想要透过食物的方式 让 因为她后来逃到柏林嘛 那她希望柏林那边的人 可以吃着她 用爱煮出来的食物 然后更接受难民 就是不要总是看着难民 有异样的眼光 对 然后那些难民其实他们也不想要住在 营地跟帐篷里面 他们也不是想要当难民 所以她希望透过食物 然后让大家看到 其实难民不是只有苦难的一面 也希望就是以后叙利亚菜 不要就总是被误认成 就统一说是中东菜 其实中东那边有黎巴嫩菜啊 有巴勒斯坦菜 也就是什么菜都有 可是味道都差不多 哈哈哈哈 我很想 再问我会不会太老 每个的hummus 好跟我 我拜托这边如果是有 对那边文化非常理解的 拜托跟我做出三个味道不太一样的hummus 给我吃 这样我就会认可 不然呢 你自己说 hummus就 我刚刚想说 味道有点像 中东菜它们不是都长得差不多吗 一直到土耳其都长得很像好不好 对啊 你快告诉我们菜在哪里 好 不过都很好吃 这是中东 我超爱吃的 我以前都会特别去找这种餐厅去吃 台湾其实也有一些啦 对对对对 对啊 好 那半年前呢 有一群川普的支持者 冲到美国国会山庄制造暴动 试图阻止国会认证拜登胜选 The panel's first hearing was emotional as four law enforcement officers who defended the capital that they gave first-handed accounts of being overrun, assaulted and harassed by rioters as traitors All described lingering physical and emotional trauma Some rioters heard racial slurs at African-American officers 那前几天呢 特别委员会举行了首场的听证会 那有四名事发时正在执行的警官 警察 他们就表示 他们不断受到暴徒的推挤 殴打 还被罢了叛徒 这些事情对他们造成身体和心理上的伤害 甚至有人是用带有种族歧视的 那个是N-Word 去辱骂非议的警员 那听证会上呢 证人还有台上的委员们 都在回忆当日场景的时候 都速度落泪 那非常努力才有办法 让自己的情绪稳定下来 先跟大家讲一下 这是什么回事好了 因为我想最近大家都在封奥运 这是在美国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新闻 就是大家如果忘记的话 就是今年年初 1月6号的时候 美国有一大群人 冲入了美国的国外山庄 想要阻止就是Nancy Pelosi 跟那个Mike Pence副总统 来说去年他们的总统大选是合法的 然后就宣布下任总统是谁 对对对 就是一个最后一个阶段 宣布下任总统是谁的一个 的一个 一个process啦 一个过程 那这是一定要做的嘛 那让整个选举是合法的 但是呢 当天有非常非常多的川普支持者 不要再跟我说那些人都是Antifa了 我觉得这种东西 我觉得没有证据 有多少分证据说多少分话 那就是有非常多Trump supporter 他们冲进去了国会山庄 然后在当天其实有四个 四个算是暴徒吧 死亡 有一个其实是被警察射死的 然后有一个警察在隔天的时候过世 所以其实总共死了五个人 然后有非常非常多的警察 其实有150名警察吧 都在当天都有受伤 对 然后其实这个礼拜呢 美国就举行了听证会嘛 然后听证会上 其实就播了一些当天的片段 因为很多的警察身上 是有装那个body camera这样 布丁密录器 就是录影机这样 然后就播出了非常多的片段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 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的 的议员 然后看到都是非常的震惊 其实我看了一些片段了 我也是觉得蛮恐怖的 因为这个差不多三小时的听证会吧 我快转 我几乎全部都听完了 每一个在讲的时候 我都觉得很震惊 而且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很难过 而且很生气的 因为里面有一个是 有好几个曾经就是当过兵 还有一个在阿富 去伊拉克 待了五百多天吧 所以他其实是很勇敢的一个军人 然后他回台 索卓文不是回台 回美国以后 那他就加入了那个警察 Police Force 结果他说 那一天是他看过最恐怖的事情 真的假的 对 他待过伊拉克欸 对因为他说 就全部就几千人就冲网 因为那天的警察 真的非常非常的少 然后他们其实当天有叫National Guards National Guards也拖了四个小时才来 那等一下 整个过程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不过就是他们说 整个就是outnumber 然后对方又一直用 他们的homemade weapons 就是暴徒们还自制了化学 喷剂 一直狂喷警察 让他们就非常非常的痛苦 然后很难呼吸 看也看不清楚 然后他们又要hold the line 因为他们要保护 国会参照里面的所有的 国会议员们 还有里面其实不止国会议员 也有就是什么秘书啊 什么煮饭阿姨啊 扫地伯伯什么 其实很多人在里面 就是他们要保护里面所有的人 其实他们都是非常努力在挡着 因为你可以看到就是 那些画面指出来 这些人冲进去的人 他们已经out of their minds 因为他们已经非常激动了 然后就开始说什么 什么 比如Nancy Pelosi I'm like fucking get you bitch 什么的 然后Mike Pence 然后就是共和党的前副总统 Mike Pence must die 他们在喊这句话 就是什么 我就想哇 因为他们觉得Mike Pence 是要也是要主持 然后通过这个拜登胜选 这个流程嘛 因为当时当下 其实川普在另外一个地方 在白宫嘛 他在演讲嘛 然后他就说 The election was stolen Mike Pence could have stopped this But he didn't You know he's a traitor 之类的 他讲这些奇怪的话 所以就是让这些人的情绪 就是高涨 所以他们全部都冲去 而且外面还有那个掉头台 Yeah 他们有做掉头台 我觉得那个掉头台超可怕 想说这什么年代了 而且其实还有另外一个 Police Officer 他直接说 他差点死在那边 他真的差点死在那边 他是说他当了Police Officer 他当了20年 他之所以会加入警察局 是因为那时候911发生之后 他觉得说 我想要帮我的国家 做一些事情 所以他就加入了 那个Metropolitan PD 就是华盛顿那边的警察 然后他说 他在那边serve的时候 他也做过很多事情 他还当过卧底警察 然后他做了很多 就是办过很多大案子 做过很多大事情 结果他也说 那天超恐怖 而且他差点死在那边 他说 他那天其实 是不用上 在别的地方 他是听到radio 说我们 we need help 他就有一个code 叫做1033 反正就是超严重 那个是code的意思 对那是一个code 我以为想说什么意思 1033是他们其中一个code 就是严重到爆炸 叫大家全部都来支援的意思 就是他就听到这个 他说 我不敢相信我听到什么 可是我知道 我的朋友 我的同胞们 需要我去帮忙 所以他就不管怎么样 他就过去了 而且去支援的人 其实大家都没有body armor 然后他们就这样 直接过去 去帮忙 他过去的时候说 what the hell is going on 他就是在那边 然后他就说 好没关系 我们大家努力 守住国会山庄 然后他就发现说 有些人已经在 在门口挡了两个小时 真的快要没力了 他说 他赶快上去跟人家交换之类的 然后他们就是挡挡挡 好不容易把一些人 从那个tunnel 因为他们就是到处都是 就挤到出去的时候 他说 我终于可以呼吸 新鲜空气了 然后他一不注意 就被人从 从警察的那个line up里面 抓着 拖到暴徒的那个圈圈里面 他拖进去以后 他就听到很多人在 在打他 在骂他 就是他说 他觉得被很硬的东西 一直打头 他觉得说 有人用那个电击器 一直垫他的后脑勺 然后他还听到 有人跟他说说 把他的枪拿走 我要用他的武器杀了他 好可怕 那他那时候当下就是说 oh my god 我不知道怎么办 我可能会死在这边 然后其中你看到的 其中一些 police body camera 就是有一个人在地上 被拖来拖去的 那就是他 police Fernon official 那他就觉得 他以为他差点要死掉 后来是他被人家救了 拉回去 然后 其实你看到片段 你还可以听到他在 跟那些人说 I have kids I have kids 那就是他在讲 可是 他们这些警察 就是也有低估 这件事情的严重性 他们没有做好准备 其实我 我超级推荐大家去看 三 还是四个礼拜前吧 New York Times 他们有做一个纪录片 就是把 整个国会山庄 那天发生什么事情 他就是从头到尾 完整的整理出来 因为他们还 还去跟法院申请了 就是很多 就是所有的 camera 或者所有的 footage 所有的影片 然后根据时间点 把所有的事情 拼凑在一起 让大家看到一个 更全面性的 东西 他们从最一开始 川普在哪里 讲了哪些话 国会山庄 长什么样子 然后地图都画出来 然后警力的分布 大概在哪里 其实真的是 FBI 当天那个 FBI跟国土安全局 他们其实都有收到 提醒 说那天 可能会有人冲进去 你们要准备一下 可是都没有人 增加警察 为什么 他们说不知道 然后 然后 我刚刚有讲到说 他们也有那个 国民兵嘛 国民兵 他们其实当下 也有call for help 就是国会山庄 有call for help 可是也拖了 四个小时才来 因为刚好 好像是今年 还是去年吧 他们又改了一个 call for help的 一个process 就对了 他说他们需要 五角大厦里面的头头 说OK 他们国民兵 才能出发去帮忙 所以就是 那时候国防部长 可能也不想担这个责任 因为他怕说 把国民兵 叫出去的时候 最后就可能会 看起来很难看 就看起来很难看 bet for the optics 所以就 就拖了四个小时 才去帮忙 才镇压所有事情 反正 我很推荐大家 去看这纪录片 你看完之后 你会说 哇 美国 is so fucked up 然后 我跟你讲 其实 我听完听证会的时候 我超难过的地方是 这些警察 他们都在说 我们那天 做了这么多的事情 做了这么多的事情 可是到现在 还有人说 那天根本没有暴徒 像川普 还有川普一堆支持的 支持他的一些议员 都在讲说 那天这些暴徒 他们只是去那边走走 他们根本没有犯什么罪 那些警察在那边说 我差点被杀 我用我的生命 在保护你们 结果你现在跟我讲这些话 就是我刚刚讲的 那个参与死掉 他拍桌子 在听证会 敲桌子 超大力 直接说 我觉得你们这样是不对的 就真正说瞎话了 对啊 说我拿我的生命保护你 你这样对我是 你这样对吗 那不是很尴尬吗 对 这样超 所以就是 我觉得现在整个 风向 我觉得这次听证会 结束之后 整个 风向是改变了 就是 大家就觉得 oh this is so fucked up 为什么 我们一直不给他们 该有的credit 所以他们明明做了这么多事情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真的很了不起 真的很了不起 他们用生命在保护 因为他们可能觉得 如果今天国会被 对 因为他们觉得 被入侵了 他们觉得他们在 defend the process of democracy 他们在 保护民主的程序 他们要certify这个election 就是要certify 对 所以他们觉得说 我们 我们的一切牺牲 都是白费的吗 所以你们这些人 只会出嘴炮吗 然后整天我 我到现在还要来保护你们这些 现在还在嘴我们的人 好 我这边纠正一下 那个刚刚我一直说 有共和党想要把人 拉入听证会 其实那就是调查委员会 就是坐在 如果有看影片的话 就是坐在桌子 圆桌那一排的 那个委员们 对 简单讲就是 因为这一次发生的事情 然后大家就有点 各说各话 所以国会他们 其实是有所谓的调查权的 所以他们就说 好 那我们来组成一个调查委员会 好那既然要组成调查委员会 去调查真相 是不是就一定要 一些共和党 一些民主党 然后一定要保证是公平 要bipartisan 对 所以就为了这个调查委员会里面 要有谁 吵很久 然后共和党那边就觉得 好啊 那我们派一些人出来 那民主党那边 因为民主党现在是这个 参议院的多数嘛 那议长 Nancy Pelosi就说 不行啊 这个人 他明明就之前帮川普讲话啊 那个人他说 呃 他他要 他支持什么 川普觉得 这个election was stolen 之类的论述 所以他就不要 那共和党那边有不爽 就说啊 那你民主党 你也只是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而已啊 所以就是吵得争论不休 对 不过最后还是有两个共和党的人 有有来这个委员会 呃 调查委员会 调查委员会 可是因为这两个共和党的人 是当初愿意支持弹劾川普的人吧 对对对对 所以就是非常微妙 不过这两个他们讲 我有听他们的发言 我也觉得 非常的公正 因为他们说我们在这 今天我们开这个会 听证会 只是我们想要知道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We just want to hear know the truth Yeah 但我就觉得 美国国会的这种调查权 就是 就没错 这是他们权利没有错 可是每次都说 我们要公正 我们要公正 可是每一个人都会有 这些政治目的 没办法 因为国会议员就是要选 那美国呢 每两年就选一次 每两年就选一次 所以大家觉得 你看现在2021年 那美国明年又要再选了嘛 对不对 所以如果2021年 大家开始调查 然后就有很多资料开始出来 新闻开始播 然后你一直把这个 他们很多人 美国人认为是 民主最黑暗的一天 那件事情 然后这样无限拉长 无限讨论的话 那明年共和党 一定会选很惨 对 因为大家就一直被提醒说 哇 川普那时候做这件事 哇 跟共和党有关 哇 因为我认真的 因为一开始 说实话 我对 Capital Hill Riot 这件事情 国会三段之乱 我是没有什么感觉的 嗯 你只觉得 yeah fucked up 然后就忘了 对 可是我听完 他们 昨天 昨天我听了 他们的testimony之后 我就觉得说 哇 这真的很fucked up 而且真的是需要 深入调查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还有到底谁需要负责 那我听到一个说法啦 是说 共和党如果他们把他们想要的人放进去这个委员会的话 他们可能会把这个调查方向转为说 为什么警察这么晚来 为什么国民兵不来 就直接转说 为什么警察警力不够 为什么你们收到这些请资不报 之类的 然后没有反应 可是民主党 他们的主导的话会直接 呃 steer的方向会是 说 川普是不是要负责啊 川普支持者 他们支持的那些 的那些官员是不是要负责啊 你们为什么要把人 就是煽动成这个样子 所以你看 就变成 国会的调查权 就一定会highly political 好 我有听The Daily 他有讲到说 其实过去国会调查权 有做到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就是在911的时候 就美国的那个 呃 911 那一万万事件嘛 那那个时候 国会也启动了调查权 那他们也是找了非常多 大家都觉得非常合理 就是不管是民主党和共和党 都觉得很合理的人选 包括比如说 呃那时候水门案 有参与过调查的人 所以他们有一些经验 然后或者是呃 没有连任需求 几乎快要退休 但是都是双方两党 都尊敬的大佬 这种人来做调查 就后来他们做了调查以后 他们就出了很多report 然后呢 也开了非常多的 这个听证会 然后传唤很多证人 然后最后出了一个 大家公认 是非常有公信力的 一个报告 然后这本报告 还出成一本书 然后这本书 呃也大卖 然后还让很多 就是一些比较 比较年轻的记者 当初入行前 是看这本书 来取得很多的 这个调查的方式 跟资讯 然后知道说 911发生什么事 当时出了什么包 为什么会被 就是入侵 这个我们的安全系统 然后要怎么样 避免它再次发生 所以这是一个 所以这一次 大家一直吵说 啊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政治盘算啊 我们应该要像 911那样的 调查委员会 这么的公正才行 可是每个人 对自己公正 想象不一样 再来是事情的本质 差太多了 一个是对外 一个是对内 怎么会一样呢 对内很恐怖 对内打下去 会没完没了啊 所以我才觉得 国会调查权 这件事情 国会本身就是一个 高度政治的场合 然后你要他们公正 怎么可能 对不对 所以 所以我就不懂 像台湾 就没有这个问题 对不对 我问了这个问题 想说 在台湾 怎么没有这一类的争论 然后舍边就说 就在我们高中课本 里面就有了 你告诉课本很坏 我觉得你觉得课本 跟我们都不一样 快点啊 你快告诉我们 美国这个调查权的原因 是因为他们 本身是总统制 他们没办法去 咨询总统 或是部会首长 那就让国会 有这个调查权利 只要他们想要 去了解什么事情 就可以去调资料 然后甚至可以像这样 办一个公正会 去传唤证人之类的 但是 美国国会调查权 他们除了调资料以外 他们是没办法去扣押 或者是去击押犯人 真的要处罚人的话 还是要把事情 就是移到司法院去处理 对 原来如此 那你看 那是不是就直接交给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优劣在哪啦 对 我只觉得 可是像台湾的话 基本上 立法院就是 纯调资料而已 他们调资料 就是去省预算啊 或者是 去找一些资料 去辅助立法 但是像 如果今天像美国 发生这种事情 我们应该是会移到 监察院 或者是司法院去处理 对 也不知道这样 有没有比较好 因为这样 可是台湾的立法院 就是只能咨询 对不对 到底在干嘛 也是有调资料的权利 然后也不知道能干嘛 所以就 一定要靠一些 民意的压力 然后如果对方厚脸皮 就你也没办法 是这样吗 我真的不知道 你说制度上 对不对 好吧那就售在这好了 好那 第三段 今天有第三段吗 可是我想要去看桌球了 对啊 那我想去看桌球了 有分数可以拉出来吗 有 好不容易追回一局了 没有没有没有 这个 等一下等一下 小林同学开始打 就是放大放大放大 神父 第三局 第三局了 什么已经第三局了 对啊 第三局了 好那今天就这样了 拜拜 我们要去看桌球了 拜拜 拜拜